开工顺利 第二场动土平安 在台船董事长郑文龙与金融市长林佑昌 立法人蔡世英及承造厂商等人共同动土下 攸关前建国造关键一步的国建国造重要装备 园区第一期厂房正式在台船金融厂动工 预计明年六月里文工提供国外装备商进驻 投入浅建国造装备生产及组装工作 搭配这个厂房还传在此的未来的规划里面 我们也会成立一个一家属于精密科技的公司 来搭配这样的一个共同 在这个精密的公司里面 我们会将未来国建国造里面 不只是水下包含水上 水上建水下建 以前有一些一定要仰赖国际上提供的一些装备 我们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把它引入国内 大力争取国建国造重要装备 园区设置在基隆的基隆市长李又昌与立法人蔡世音也希望 为基隆带来更多投资及增加就业机会 同时让潜见国造的关键核心技术留在台湾 并强化台船基隆厂员工的竞争力 冰天厂房的一个动土代表了一个重要的一步 那这个厂房预计在明年六月份左右会来完工 那接下来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厂家就会进驻 生产线进驻 我想对于地方的一个产业跟经济 甚至包括就业都有正面的一个注意 更重要也会带给我们台船的基隆厂技术的一个提升 那我们台船基隆厂的老干薪资 也可以让这个地方的未来的造船的一个产业来永续的发展 整个潜见国造里面有接近一百项的左右是红区装备 那红区装备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台湾自己本身没有办法透过自行研发 必须要透过国外的购买的方式 评估事项之下有部分的红区装备 透过技术合作的方式留在台湾来做后续的自主生产 那这个部分就是避免未来的中国的打压 也让台湾的技术能力能够升级 那我要说明就是对台湾来讲 潜见国造是一件重要的事 它不是只有造一艘潜艇或两艘潜艇 它才会成为台湾海军最重要的一个战略部队 而这样的一个战略部队必须要常态性的长期性的投入 不论是生产研发或者后续的装备维修等等 都需要有个完整的产业生产链 那台船将会在这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台船方面表示第一期工程建制的厂房将近2000平 第二期工程也同步展开规划及设计 未来将结合台湾本土装备厂商投入重要装备研发 争取其他舰艇的装备市场 协助政府达成国防自主化的目标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